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刻也没闲着 每天都有跟客户做联系 那像我们交易室也是24小时都不休息 反而过年客户的交易的活络度是比较有的 现在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大 客户其实在打麻将的同时 下的单子也会比较多 因为大家时间比较多可以看盘 主要负责海外期货的陈柏安就说 不少民众看准前段时间每股波动大 也让今年过年期间下单量比往年倍增 过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客户还是会 会以欧美盘 美股 道琼 S&P这些商品为主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还有A50 中国A50期货 因为过年它也是不休息 现在波动也蛮大的 而美股经历二月初的颠簸后 也在海湾农历新年期间重新站稳脚步 道琼指数写下一年多来最大周线涨幅 也让专家对于后市再补上一季 抢新增 整个过年的期间美股其实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整个的新春开红盘是可骑的 所以操作方面就不用再大肆的砍股票 而可以期望新春的第一季有机会再往上 美股当反攻领头羊 就看新春开盘 台股能不能乘胜追击 将前些日子的跌幅统统吐回去